入坑达菲辛米诺DR半年后的一个头发状态 你看啊这些是长出来的小绒毛变成了头发 然后这边还在不断地长出来新的小绒毛 就即使是在顶光的状态下都还是很明显的 没有这些疯狂染头发 注意这些小绒毛也没有造成 就是什么损害脱落什么的都没有 今天就是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就是你们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米诺DR到底能不能入 能 就是100次同的米诺 难道不比你那只花个大几万去做个直发香吗 那有没有副作用 但是比起直发的副作用 直发是从后脑勺移头发到前面来 它直刷那种头发我看很多人翻车 前面卷得像叶毛一样 那这个的副作用是啥 其实就是所谓的狂脱漆 首先狂脱漆这个东西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是因人而异的 如果你碰上了 其实我应该在这里恭喜你 就是你要长头发的 因为它掉的都是不健康的头发 男生可以用5%的 就是黑色的那瓶一天两次 女生我建议先用2%的 然后是一天一到两次 这是什么道理 就跟你在皮肤上用酸是一个样的 新手就要选择浓度低的少量开始使用 然后再逐步终结 还有关于停用的问题 这个我也觉得它是因人而异的 一般情况下就像我这样 就是坚持个半年左右 然后慢慢的就是渐渐的不再用了 但如果说这半年期间 就是你的头发已经就是逐渐茂密 并且达到了你想要的这种程度 并且已经开始自然生长了 也可以选择停用 还有就是有一部分人就是用了一直没有水花 但这部分人都是几小时 我的后台还收到了私信 就是特地来感谢我 我真的 你们如果打卡有特别好的效果的话 一定要记得来告诉我 我看到这种反馈 我真的我动力十几 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水花 你也要停用一段时间 你就直接去那个Hospital 去做一下那个检测 别嫌麻烦 你要找寻到这个原因和办法 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对吧 还有就是最好是搭配他们家的这个 哈啤洗发水 这个我也是跟你们说过很多次了 这个就是有点游戏里面 辅助那个味 特有五颗型 护发五颗型的那种 它就是会让你的头发没那么容易 对吧 反正你早晚都得用洗发水 你就用啥不是用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 那你们就自己判断 反正这一期就是希望我的粉丝列表里面 不再有秃头女孩 这是我的愿望 因为我现在就一点 哎哎哎 我自己翻译会员的 中文字幕是在这里 我终于帮你们 我们每天再靠